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柄这次超低价售卖是停产前的清仓大帅卖 除了球技特会以外 威慑还在今天更新的DOTA2的室外之争版本更新 更新中加入两个TI9已预告过的新英雄 虚无之灵和电炎绝首 虚无之灵是个相当灵活的智力近战型英雄 由大家很熟悉的葛平配音 而电炎绝首是个远程输出英雄 大招是高射土坛 除了新英雄外 DOTA2还有多个重大改动 比如针对信使有诸多改动 信使在25级时可以使用任何物品 信使终于可以空投死灵输了 另外还有野区打野 有小概率掉落装备 英雄现在可以升级至30级等等的改动 TI9以后就没有玩DOTA2的同学 又可以愉快的玩耍了 赛普宝克2077还要数月之后才发售 但是玩家已经等不及了 于是CTPR透露了点新情报给大家解解禅 近日有玩家在论坛发帖 记述了自己在CTPR举办的一场波兰玩家内部活动中的见闻 其中这名玩家详细的描述了开发人员 对于赛普宝克2077的介绍和评价 比如游戏中的叶之城有四分之三的场景是可破坏的 赛普宝克2077的支线任务要比乌尸3更加复杂 并且影响主线剧情 游戏中的汽车引擎虽然达不到拟针的程度 但是比GTA5要好 昼夜交替系统会影响到玩法 但动态天气不会影响 还有赛普宝克2077会有比乌尸3更多的成人片段 数量保证能让玩家们满意 嗯 蠢驴真的是太懂玩家们要什么了 如果你有VR设备 大概率听说过节奏光剑这款游戏 这款游戏里玩家需要操控光剑 根据音乐节奏对不断接近的方块进行准确的打击 近日 节奏光剑的游戏开发商Bit Games就被大公司脸书收购 加入脸书旗下的Oculus工作室 并且脸书还表示节奏光剑不会独占Oculus平台 其他平台依旧可以照亮有玩 暗而黑奇幻风格的动作RPG游戏恐怖黎明 在近日推出了一个大包 恐怖黎明终极版 目前特价促销售价109元 该捆绑包包含了游戏本体 以及之前出的三个内容DLC 熔炉 法尔茅斯的灰烬 以及被遗忘的众神 本作一共有五个DLC 剩余两个DLC为装饰物品可有可无 目前恐怖黎明游戏本体 平时第19元 喜欢黑暗类游戏的玩家 不要错过本作哟 国产卡车模拟游戏卡车人生 近日上架商店 设价51元 本作目前还处在抢先体验阶段 玩家终于可以把卡车从欧洲开回国了 游戏中 玩家可以操控不同体型的卡车 在中国的地图上完成数百种城市特殊任务 目前本作只制作开放了 江户这包邮区的公路网络 游戏的商店页面好评率 成为64% 褒贬不一 主要的问题是 游戏目前的完成度很差 虽然没事玩 但一眼能看出 包括模型贴图 莫名有种塑料感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XCCG 售买75折充值卡和高折扣CDK的微电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吧